接下来要来看的是 今天是华人社会的元宵节 元宵节非常特别 我们都说闹元宵 也就是说虽然它是春节的最后一天 但是一定要过得热热闹闹 不可以有尾声的苍凉 不晓得观众朋友家里 有没有任何人待会打算出去提灯笼 在台湾似乎不太看得到 因此我们看下面这则报道 在隔罕对岸闹元宵 是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花灯 在报道当中看到有灯会 推出了飞天吊花灯 用吊钢丝的方式把花灯挂上高空 特别的别开生命 另外灯会一定会配合民俗 所以会表演的打铁花的传统民俗表演 三星队的博物馆甚至选择 重现四千年前的古代蜀国 祭祀祈福的习俗 让中国今天的闹花灯 在各地都各有特色 赏花灯闹元宵之外 中国大陆的各地从北方叫元宵 南方吃汤圆全部大热卖 销售额在全中国平均成长了至少一倍 而且口味推陈出新 今年有榴莲做的汤圆 还有用烤的汤圆一起跟对岸 看看闹元宵的这一天可以怎么过 传统花灯 冰雕花灯 火树花海灯 奇幻风格花灯 甚至是创新的科技水母灯 中国大陆各地灯会 推出多种让人眼花缭乱的花灯设计 迎接元宵节 它跟以往的灯笼不一样 像那种夜光的灯笼 像水母 是带孩子过来一个很好的体验 通过这种装置的语言 把烟花灯笼 铜钱等元素 转化为非常酷炫的动态效果 四川的自贡灯会上 还找来穿着古装的工作人员 飞上半空为民众挂花灯 元宵节挂灯是我们中华民俗的 一个传统的年俗 但是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挂灯 是完全意想不到的 感觉很震撼 花枪屋起来了 除了赏花灯 各地的元宵民俗 也成为西津焦点 山东德州就以五公尺的长杠 两人一组 不用手地扛起象征丰收的大花篮 随着古典扭腰摆臀 用传统花杠舞喜庆元宵 这个金毛铒的小人 卖的五股风筝 下面的红布的小人 卖的这个红灯 这些的制环 小人卖的这个防守斩年化 下面的卫星的小人 卖的红布活活 而在河南开封的灯会上 则是特别安排打铁花民俗表演 传统民俗之外 失传的古文明习俗 也在元宵节之际获得重现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就推出古蜀国祭祀祈福 以及挂福袋等活动 为在地文化添上新色彩 我之前也了解到 三星堆这边有一个祭祀的文化 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祈福 我今天也很幸运的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元宵节另一个重头戏 当然就是吃汤圆或者元宵啦 在周日降下虎年第一场雪的加持下 北京各处元宵热卖 不仅北方元宵有巧克力口味受欢迎 南方的汤圆 口味与吃法更是推陈出新 连超市里的冷冻汤圆 销售量也都成长一倍以上 口味更是多元 比如说我们的坚果口味的 还有蔬菜口味的 还有鲜花系列的 今年的元宵节正好紧接在西洋情人节之后 就算是单身民众也乐意吃顿大餐 或者增加消费来为自己庆祝 今天打算来买几只口红啊 粉底叶啊这些 送给自己当情人节礼物和生日礼物 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嘛 然后我们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论团圆不团圆 有没有情人 保持愉悦的心情 也能享受过节般的喜乐 TVBS新闻综合报导